我是广州的一名工人 气配工人 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 当我看到家事工人因为组建工会被殴打 被打得生很累累 我整个废都气炸了 我们的工人犯了什么罪 就要被黑市里黑警察打 有的人会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打人的事情太多了 你管得过来吗 当我听到派出所那个小姑娘在说 讲说今天如果家事工人被打 我们不站出来 将来有一天 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工厂里面被别的黑社会打 被黑警察打 我们就是要堂堂坐坐 做人不能被他们当蚂蚁彩 一个瘦弱的小姑娘上姐如此 我身为一个妻子男矮 我不站出来 我有什么理由不站出来啊 作为一个深渊腾的成员 我在深渊的过程当中 遭遇了种种暴力的对待 在7月28日 我们七个人来到燕子里派出所 向他们咨询家事工友 以什么罪名被关起来 我们进去的时候 就立马被他们反手扣住 然后把我们的收集没收 人整转接了我们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啊 然后7月30号的时候 我们去到区委人民政府的时候 递交我们的联名信 当时我们递交之后 区委书记不出来接 不出来接 通过转接 他说转接进去了 然后我们要走 要回来 在走到公交站的时候 那我们的麦所长 燕子里派出所的麦所长啊 整个带着一队人马 整个把我们的人全部的话 强制传唤 全部按倒 全部抓进燕子里派出所 整整关押了我们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所以 有的人的话 就是问我说 我的政治信仰是什么 我可以在这里方言的宣告 我就是一个毛派工人 我是信仰马列 毛泽东思想 我愿意为我们的工人阶级 做极先锋 保障工人权益 人民的权利 有人说我们是境外势力 我觉得我们算什么境外势力呢 跟家世老总 攀磊相比 他这个留学 海归 我们算什么境外势力 然后 还有 有些官员呢 把老婆孩子都送往国外 他们算不算境外势力 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境外势力 有人还说 我们是什么波兰的团结工会 妄图颠覆党和政府 这是给我们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我们毛泽工人 是拥护公有制 拥护社会主义的 公有制社会主义 是我们工人 追求的目标 所以 任何黑黑势力 想给我们扣死本子 我们坚决不答应 所以 工人无罪 工人无罪 立刻释放家世公有 立刻释放家世公有 严惩打人黑警 严惩打人黑警 严惩打人黑社会 严惩打人黑社会 谢谢 好 好